你說二戶戰爭打了多久 那中間的包括馬力波的 亞述鋼鐵場就一路守一路守 從開始最早的時候說 72小時閃電戰 然後一路打 打到現在這麼久 好 可是一個亞述鋼鐵場 為什麼打了這麼久 而那過程當中 就會讓人想到很多 譬如有人就講說 你從一個亞述鋼鐵場這樣守 好 你先不管 亞述鋼鐵場裡面的亞述營 過程當中有沒有一些爭議 或怎麼樣 但是以一個守軍的角度來看的話 真的守得非常非常久 好 那有人就會說 譬如說當初二次大戰的時候 像在中國戰場上海 那時候撤退的時候 四航倉庫 四百多人 好 我們叫八百壯士 四百多人 然後守著日軍 在最後上海那塊土地裡面 然後升起了中華民國國旗 讓所有在上海的人覺得說 我們還保有這麼一絲的土地 是我們的 沒有被日本鬼子給拿走 OK 好 在那個時候有他一些象徵的意義 同時呢 大家就會講說 好 如果真的講說 在所有戰場裡面來看的話 守成守到這個樣子 尤其如果戰場上 打到驚天地氣鬼神的話 史達林保衛戰 大概史達林格爾這一戰 對所有全世界來講 大概都會讓大家覺得說 這是自古以來到現在 大會戰之罪吧 應該會是這樣吧 正好一個史達林格爾保衛戰 雙方動員的兵力 包括守成之九 包括最後的死傷 所有那些盛獲德國 史無前例投降了一個元帥 是這樣 對 從馬力波 為什麼會很多人想到史達林格爾 因為其實他從馬力波的地理位置 還有馬力波的工業的重要性 跟史達林格爾非常非常像 而且所以大家會預判 如果馬力波就烏克蘭可以反敗為勝的話 也有可能變成是二戰的這個轉類點 先講史達林格爾 史達林格爾就在蘇聯的南部的一個城市 也是很靠海 然後他也是以工業實力駐成 跟馬力波非常非常像 馬力波不是有很大的鋼鐵廠嗎 對不對 史達林格爾也有全世界 最大規模的拖拉機廠 你說拖拉機廠幹嘛 沒有 其實他一開戰 就轉型為坦克工廠 他做的就是T34坦克 那時候最著名的 那時候史達林格爾打到什麼程度 打到據說這個坦克工廠 一臺坦克做完開下去就打仗 開下去就打仗 然後他還有巴迪卡迪的槍械鑄造廠 所以簡單講對於這個所謂希特爾來說 我把史達林格爾這邊打下來的話 我可以把整個蘇聯 最重要的一個工業核心把他吃下來 最後也是進入到巷戰 我先講結論了 結論兩邊動員的人數 七十一萬的人 怕死人 我們來看看 一開始 納粹德國一開始初始的兵力 是二十七萬人 三千門火炮 五百輛戰車 六百架飛機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兵力 你要知道以現在來看 我們以今天角度來看 死個一兩萬人嚇死人 是 可是當時的狀況 八十四萬人傷亡 你就知道那個真的是 絲山斜海來洗用史達林格爾 這個會戰完全不誇張 結果後面又增援 增援到一百零四萬人 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一門火炮 五百輛戰車 那那是光一個德國 我還沒講蘇聯 蘇聯那時候就十九萬人 兩百門火炮 兩千兩百門火炮 四百輛戰車 三百輛 加飛機 其實差不多 可是後面也增援了 兩百五十萬人 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一門火炮 等於是蘇聯把所有兵力 全部壓下去 兩百多萬人的動員兵力 你以現在的軍事角度 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一個動員角度 俄羅 德國八十四萬人傷亡 內戰死亡人數 說百萬大軍 百萬大軍 不是 他光三萬兩邊加起來 兩百萬 兩百萬 然後對於他們來說 原本的德國越打 當然他們覺得在一九四二年的七月 時期要去打 夏天 他們預估一兩個月內 了不起就把他打下來了 那在東進入到冬天之前 這場戰爭就結束掉 可是沒想到一路一直打打打 打到了冬天 打到了一九十三年的二月二號 這場戰爭還結束 所以打到後來德國是兵皮馬困嘛 你後勤跟不上 補給跟不上 然後進入到嚴東 你又在別人的城市 跟這次的戰爭何其相向 那美國呢 那時候有所謂租借法案嘛 對不對 那時候美國租借法案一樣 他大量的給蘇聯 所有蘇聯需要的武器 對他來說他只要講一件事 他就說了 你反正你就打打贏上場戰爭就OK了 你打贏上場戰爭 我就把所有你需要給他 你以為所有需要只有嗎 沒有坦克飛機大砲 美國給就算鋼鐵銅 然後所有的金屬礦 甚至的一般的車輛 還有白糖還有種子 種子就是我讓你去播種 然後還有一些所有的鹽 這些民生必須品 全部通過租借法案送給這個 所謂的蘇聯 讓他唯一任務就是去打垮 這個所謂的納粹德國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一場 史達林格爾保衛戰能夠打到兩百萬人傷亡 那是什麼樣的感覺 現在俄羅斯的總兵力也不過百來萬吧 你怎麼樣想也不會想到說兩邊會有這麼多 然後 然後希特勒一直非常生氣的一件事情是 他派出了他的心腹愛將 OK 心腹愛將保衛斯到那個地方去以後 最後一個時刻升他當了元帥 因為德國歷史上 沒有元帥投降過 德國歷史從來沒有元帥投降過 還特別提醒大家這件事 各位你知道德國升元帥是不得了的 元帥跟上將是有差別的 元帥有元帥的監章 元帥還有一個首帳 那是完全不同的榮耀 所以那希特勒生的時候告訴他 從來沒有元帥投降 他的那個元帥監章 因為那個時候他們已經被圍了 圍到最後的時刻 元帥監章是飛機空投下去給你 OK 那你就自己掛上去 OK 好不好 是這個樣 那對於生了元帥以後 但是他最後還是投降了 他最後投降講的話是 既然我生了元帥 我何必聽一個奧地利中士 希特勒以前在奧地利 他是奧地利人 他以前當兵是中士 我幹嘛聽一個中士的話 OK 那場戰役最後的結束 整個蘇聯的轉捩點 二戰的轉捩點 大概也都在那個地方 但話說回來 除了這個以外 在這次的戰役裡面 你看到包括在馬利波的時候 最後你還記得嗎 馬利波守軍 包括他們的指揮官 那在前陣子有曾經講過說 是不是能夠讓包括平民士兵 大家能夠安全的撤離 能夠再造一次敦克爾克的奇蹟 還記得這件事嗎 如果講到這一段 周老師 敦克爾克奇蹟 那真的是一個大奇蹟對不對 對對對 這個講到馬利波的撤離 其實他旁邊是有海 亞蘇剛內的旁邊有海 亞蘇海 可是亞蘇海前後左右上下 空中水底 全都是俄羅斯軍隊 你要怎麼把人弄出來呢 他就算出去那個小小海峽 也有一個橋被控制住了 所以原則上 他已經變成俄羅斯的內海 要展現這個類似敦克爾克的 這個大量的漁船 什麼船 然後去那邊把所有人運出來 理論上物理上不可能 所以我相信這個指揮官所說的 或者在地一些紅石智慧所說 他是說人道救援的方式 人道走廊的方式 看能不能開一條人道走廊 把人平安的從人道走廊送出來 當然因為難度太高了 這個教宗也說 這個就算他有這個勘敦 可能也講不動這件事情 對俄羅斯來講 他一直講說 如果要開人道走廊 可以 就是一般平民黨